在庄子中,有这样一段深邃的话语,出入路河,游乎九州,独往独来,是位独有,独有之人,是位置贵,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,独自行走,保持内心的独立和自由,是一种极为宝贵的品质,在人生的旅途中,真正的尊贵并不源于与众不同的外在表现,不是站在熙熙攘攘的人流里。 显示出自己鹤立鸡群的样子,亦或是在人群中脱颖而出的能力,反而是,在于一个人能否坚持独自前行的勇气,以及在大众追随潮流时,是否依然能保持清醒头脑的决心。 随着年龄的增长,人们往往会逐渐意识到,在朋友交往中,很多时候所谓的友情更多是基于相互之间的利益交换。 在这个过程中,真正能够称得上朋友的人,可能寥寥无几,而当一个人发现自己在没有朋友的陪伴下,依然能够感到幸福快乐时,这标志着他已经达到了一种人生的高贵境界,一种源自内心深处的满足和自我富足。 今天,竹子给大家带来的题目是,当你一个朋友都没有,还活得很快乐的时候,那么恭喜你,人生的境界,你已经达到了自己喜欢的高度。 灵妖,做人,取高贺寡,难以找到同层次的朋友。 春秋时期,宋玉是楚国的大臣,喜欢诗词歌赋,也很善良。 有一天,楚乡王问,宋玉啊,你做了什么,为什么百姓不称赞你呢?宋玉回答,希望大王听我解释一下,有人在京城里唱歌,一开口就唱《夏里巴人》,因为这首歌耳熟能详,应贺的人有好几千,后来他唱《阳春白雪》,能够唱的人就只有几十个人了。 这就说明,曲调越高,唱鹤的人就越少了。 有一种鸟,叫凤凰,它高飞的时候,冲过了云端,因此没有其他的鸟跟随了。 当一个人的层次特别高的时候,那么在他的身边,是很难有朋友的。 如果一个人总是往人群里挤,也许他是在烂鱼充树,没有什么本事,只是想在某个群体里混一碗饭吃,一旦群体发生了变化,规则有移动,他就会像南郭先生一样,收拾行李,连招呼都敢打一个,就溜走了。 把宋玉和南郭先生对比,谁的层次更高? 一目了然,要知道,经过若干年,我们还在为《阳春白雪》点赞,笑话东郭先生,因为你很优秀,所以你没有什么朋友,但是你活得很好,只是一般的人不能理解你吧。 如果你融入过去的群体,就是倒着走路了。 02.做人,心智成熟,和不合群都没有关系,村上春树说过,如果你一个朋友都没有,那么恭喜,证明你已经成熟,当你看清了社交的本质,你就会发现,合群是为了牟利,而不是为了联络感情。 不合群是因为自己的利用价值不大,不被人看好,与其盲目去迎合别人,扩大社交圈。 不如一个人坚持前行,提升价值。 我的一个老同事,快六十岁了,还在积极工作,有一次,他去找客户签约,客户把合约放到一边,不予理会。 过了几天,老同事再一次找到客户,客户说,恕我直言,你还有几天就退休了,要是我和你签约了,到时候找谁负责呢? 老同事的脸,红到了脖梗上,不知该如何作答。 从此,他坦然接受了即将退休的事实,对于职场上的朋友,显得特别随意,不谈利益的朋友太少。 如果你看明白了,那就不会把真心朋友和利益朋友搞混了。 从此,你也会变成没有什么朋友的人。 03,做人,吃过大亏,早已放弃了朋友。 知乎里,有网友说,他在读大学的时候,遇到一个师兄,很会做生意。 最近,师兄向他推广一种项链,银子做的,很美,两个人聊了很久。 师兄信誓旦旦地说,百分百是银子的。 可是,收了钱,看到货之后,发现是高房品,师兄百般抵赖,不愿意退货。 最后,网友说道,事情已经结束了,我也再也不会在那些所谓熟人朋友那里买东西了。 你在他们眼里,就是纸带宰的羔羊啊。 如果一个人被朋友欺骗了,那就肯定会远离朋友。 毕竟,一招被蛇咬十年怕井绳,生意场上,朋友喜欢杀熟,赚熟人的钱。 生活中,有朋友借钱不还,还理直气壮地抵赖。 合作时,有朋友唯利是图,坑害别人,吃亏是福。 此话不假,但是要分情况,总有一些亏,让人想起来就心寒。 幸运的是,一个朋友都没有了。 吃亏的机会,也就少了很多。 没事,一个人慢慢走路,偷着乐。 零四,做人,人情淡薄,慢慢就不想与人交往了。 有一些人,天生就不适合社交,一开口就会得罪人。 后来,他发现自己有社交恐惧症。 人多的地方,让他很不适应,有种害怕的感觉。 久而久之,干脆淡出各种人情,顺从自己。 心理学家珊姆,高斯林说过,你的基因,决定了你的个性起点。 天生无法改变的性格,难以提升的情商,那就坦然接受,并且主动退出社交圈。 一个朋友,也没有的人,也许是情商很低,智商很高,他可以通过另外一种方式来表达自己。 比方说,写信,留言,写文章,积极工作,换一种方式亮出自己的优势,也未尝不可。 比方说,一个脸上有疤痕的女孩,从小被同伴笑话,后来,她考上了大学,有了好的工作。 同伴会说,你脸上的疤痕,就像一朵花一样美丽,人生在世,社交不是唯一成就自己的办法。 总有人,在阴暗的地方成长起来,活得特别倔强。 结语,柏拉图说过,寂寞人生爱无休,寂寞是爱永远的主题,我和我的影子独处,他说他有悄悄话想跟我说。 他说他很想念你,原来,我和我的影子都在想你,这不仅是对爱情的颂扬,也是对独处时深刻自省的一种赞美。 在与自己的影子独处的时刻,我们可能会发现,即使是沉默的伴侣,也能成为倾听内心深处呼声的最佳伙伴。 当我们的影子向我们低语,表达对某人的思念时,我们意识到,不仅是我们自己,连我们的影子也承载着深深的情感。 在生活中,缺乏朋友并不等同于孤独或寂寞,而是一种学会与自己和谐相处的能力,无论是在悲伤或是快乐的时刻,都能与自己的心灵进行深入的对话。 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自我认知和自我慰藉的方式,有时,给自己一个拥抱,或是简单地蹲下来抱紧自己的膝盖,都能带来一种特别的温暖和安慰。 正如大鹏不应在意雀鸟的嘲笑,大坤也无需向池鱼解释自己的广阔。 生活中,我们不必过分在意他人的看法和评价,重要的是认识到自己的价值和独特性,独自一人走路,唱歌,吃饭,观赏风景,这些都是一种生活的美学。 在独处中,我们不仅学会了如何与自己相处,还能更深刻地体会到生活的每一刻都充满了意义和价值。 因此,一个人的生活并不意味着缺乏,而是一种对自我深度探索的机会。 在这个过程中,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自己,发现生活中的美好,并学会如何在不依赖他人的情况下, 寻找到内心的平静和满足。 这种自我陪伴的能力,是通往内心深处的桥梁,也是通向真正幸福生活的密钥,与朋友们共勉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